大家好,这次课呢,我们是主要利用上面所学的两个 一个是这个内建的环境变量,一个是用户自定义的环境变量 实现一个什么,这个测试过程,实现一个基本的测试 那么这个测试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复杂 我要生成一些文件夹,可能还要写一下什么,登录的日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再怎么实现 那么首先第一步的话呢,我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生成一个对应的文件夹,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就是测试 登录功能 那么我需要生成什么样 日志,要生成日志 那么生成日志的话呢,这个时候就有几件事情要做了 第一,我生成日志目录录镜在哪 这个文件夹生成的日志是散放着的,还是说放在对应的文件里面 那么放在对应的文件夹里面,这个文件夹该怎么处理 对不对,那其实在我做这个初始化,测试环境初始化的时候 我就应该把什么,相应的东西要准备的就准备好了 是不是,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 执行我的功能测试,所以说我的整个过程的话实际上是什么 应该是两大块,第一块是做测试环境初始化 第二块是执行,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先做第一步的初始化过程 初始化过程,那我们看一下初始化 测试环境初始化 测试环境初始化 那它还包含哪些个 第一,第一是什么样 创建日志录据 创建日志文件夹 第二步是什么 启动应用程序 然后呢,还要干什么,加载什么样 环境 变量 那这就是我的三步 那么第一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说是这个创建日志文件夹 那么我们在UFT当中进行编程 来看一下 其实你也可以在这个 VBS里面写 当然我们这里面在UFT里面用了相当于方便一些 那么我们先建一个 新建一个比方就要做 envlogin 这是我们自己起的一个名字 好,直接写单 那第一部分是什么 初始化 测试环境 那么初始化 第一步是什么 这个创建日志文件夹 那这是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这里面知道的用的是FSO对象 是不是 dim FSO 还是什么 F 好 那么SET FSO等于 这个如我们之前说过 叫固定写法 是不是 CREATEOBJECD CREATE OBJECT 对不对 后面跟什么 类 跟对应的要创建的文件的路径是不是 比方说我们C盘什么什么的 但现在你不知道哪个盘 就路径你是不知道的 那这是该怎么办 所以说这里面有一步要做的 我要获得当前测试脚本跟它同级的模式 也就是当前测试脚本 比方说是C盘 那么我就要在C盘上面创建一个什么样 文件夹 是不是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 那么这个地方就需要用到之前所说的内建的环境变量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dim什么样 dim应该是test什么样 pass吧 测试路径 那接下来testpass等于什么 testpass等于我们的内建的环境变量 testdir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是什么 还有一个名称 那么假如说这里面就简便一点写法 直接就是获得 那算了 还是我觉得写的比较的一个 大家容易理解的 还有一个就是test是吧 应该是screep name对不对 等于什么 一样的 就是测试的名称 接下来是什么 s把单元 分割一下 然后是 一幅什么 一幅testpath 应该是 看这个数字的什么呀 最大可用下标 如果说是 大于 零的话 那说明是什么 确实分道的数据 确实分道的数据是不是 下标大于零 在连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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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enleaf 好 假如说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写法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要跟一些 deam一个什么 log什么 pass 那这个地方呢 你就应该把它弄出来了 是不是 那前提是什么 你这个人也是对的 是不是 要是对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 哦 这里对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执行一下 然后是我们的f点什么样 应该是set吧 set fso等于什么样 nothin 好 我们来执行 执行一下看看啊 执行一下看看 看有没有错 类型不匹配 那一个是写错了 这个地方啊 ubu 写错了啊 我们再执行一下 执行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c盘是不是多了一个testlog 大家看到没 在这了 对不对 多了一个testlog在这了 是不是 所以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语法 我们可以什么 生成一个文件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作为第一步 通过内建的环境变量啊 生成一个对应的什么 测试入境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是 我们刚才说到的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二步是启动应用程序 对吧 启动应用程序 好 我们先做那个吧 加载环境变量吧 加载环境变量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还记得吗 我之前说过的 同样的 定什么 定一个叫做 envfilename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envfilename 等于什么 envfilename 等于空 假如说这个等于空 那么我们就加载这个环境变量 那在哪呢 我们假如还是放在刚才那个地方 loginuser.xml 那如果是为个加载键的 那么接下来 再接下来 再干一件事件是什么 当中说启动我们的什么应用程序 好 启动应用程序 那这个地方就是system 是什么 util.run 对不对 会不会跟什么 要启动的路径 我们把这个加载过来以后 这个路径考过来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看看 看能不能整个启动 我们看一下哪里写错了 刚才改错了 应该是 还有一个变量没定义 其实我们还应该把另外一个给定义出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testpaths 是吧 保存一下 它执行 可以的 对不对 应用程序启动了 是吧 整个应用程序启动了 那这一块呢 其实是在做的一个初始化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的脚本呢 其实就是跟之前说到的 我们可以怎么办 把对应的什么 用户名和密码后组进了 进行测试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段呢 也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VBS脚本 对吧 封装成一个VBS脚本 其实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这个 好像跟我们的UFD本身的关联性不是特别大 是不是 你像这些都是变量的 好像对不对 咱们常量的很少 除非你这个是常量的 其他的好像 还有这个是常量 其他都是变量 对吧 那么在初始化 测试环境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 然后就调用它 相对来说比较什么 方便一些 比较方便一些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环境分量 在测试过程当中的一种应用 不管是内建的 还是什么样 这个用户自定义的 都是比较方便的 比较方便的 过于我们脚本的设计 好 那咱们经过三次课程的学习 把这个UFD当中的环境分量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 这个朋友们呢 应该自己多写一些代码 做一个练习 相对来说比较熟练的掌握 后面我们再做一些框键的时候 才会快一些 OK 咱们这次课呢 就学到这边 谢谢各位